我們今天要來用的是 傳說的全新土豪造型 美娜的滿月派對 如果你也想要抽這個造型的話 這部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 會教你如何省錢 今天我花了好多的冤枉錢喔 除了有專屬的回程特效 擊殺特效 再加上基地加速特效之外呢 還有專屬的頭像以及頭像框 這次的抽獎你有0.05%的機率 可以直接抽到大獎 但是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有以最便宜的方法 左邊的線索 當你每次點開之後呢 請你一定要打開你的背包 每一個你的抽獎的東西 都可以打開換成額外的進階卡 我今天白花了好多錢喔 我在最後抽到的時候才看到喔 所以這一次呢 我也是直接用保底的方式抽到了 4750點喔 如果你那些線索都有打開的話 你是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入手 如果你有朋友真的想抽 請你把這部影片貼給他 可以讓他少花很多冤枉錢 當然這些其實官方已經在抽獎規則裡面有寫好 只是我這次沒有注意就直接拿去抽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大家好 今天呢 哼哼哼哼哼 少花了 花和白花了好多點券喔 沒有關係喔 那今天我們要來用的是美娜的滿月派對喔 今天是一個 我接近財務自由的日子喔 我今天早上在早餐店點了兩顆荷包蛋 覺得好開心 好久沒有吃荷包蛋吃的這麼爽 欸你們知道嗎 我家附近的早餐店 有些早餐店 你是不能單點荷包蛋 你一定要買什麼 火腿蛋吐司啊或是蛋餅這種把荷包蛋 融合在食物裡面的食物才能點喔 好 那這個造型我發現有個小細節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喔 當我的被動技能復仇有在疊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頭髮是會呈現一個螢光色的 等等你可以看一下喔 那美娜這隻英雄呢 目前在傳說對決官方的勝率統計是50% 不高也不低喔 出場率算是中間偏高 好了那這隻英雄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當你去面對一些物理型英雄的時候 你是可以拿出場 而且那一場你一定會玩的非常開心 像是這一場對面有凱格路士啊 然後有林蒂這種英雄喔 你的鞋子就直接出護衛軍戰學喔 像堇或是林蒂 你就直接出這雙鞋子就對 和平啊各位等等等等 你看一下我這個迷人的造型 直接被我吸引進來喔 而且這一次的抽獎系統裡面 我覺得最值得抽的是 裡面的造型裡面有一些 Final MVP的造型是可以直接 在裡面有機會可以抽到的喔 好了那大家有沒有非常開心呢 哇在連假之後又快速的 來到了禮拜五又要即將放假的日子 在這邊還是要宣導一下 雖然傳說對決的官方最近都沒有公告 但是如果你現在還在僥倖 使用傳說對決外掛的玩家 官方真的在鎖帳號喔 最近有很多觀眾私訊我說 BBCC 我明明就沒有開什麼外掛 為什麼我的帳號被鎖了 我必須要跟你說官方在索你帳號之前 一定是有充分的證據 所以如果你想跟他拗 你也是拗不贏他 他不會無緣無故隨便的去鎖你帳號 所以那些心存僥倖的玩家 或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的帳號是你的寶貝的話 千萬不要借給任何人 但傳說對決的規章裡面 是沒有共用帳號 所以帳號借給別人 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怎麼樣 你的朋友也有可能使用一些 不合法的程式 或是做一些很奇怪的舉動 讓你帳號被鎖 這一些都是你自己在出界當中 都要有一些 嗯我不知道算是風險存在吧 然後不要去買帶打 傳說對決最蠢的就是 拿那些錢去買帶打 多買一個字號型不好嗎 多拿那些錢 我跟你講來買一杯珍珠奶茶 請你父母喝 每天這麼辛苦 他一定高興死了 絕對送你一個次元突破的納克羅斯啊 我猜的啦 你可以試試看喔 喔 長大啦 直接送你一個大禮物喔 就是每次 其實你們在成長的時候 你們父母都是最開心的 你們每個人都是父母的寶寶 欸 各位 你知道我之前看 養一個小孩 就是從小喔 把你養到大 一個小孩的成本是幾乎 快要一千萬台幣了 你不要覺得沒有什麼喔 你每天吃喝拉撒 其實你每天 你可能在發呆一分鐘 都是在花你父母的錢 所以長大之後 請你好好的孝順父母 不論你現在 再怎麼覺得你父母好煩喔 我要完全說對決 快去寫功課 即使他在這樣催促你 他一定是為你好 拜託大家喔 沒有拜託大家 是一定要這個樣子喔 擺善孝為先喔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繼續喔 推線推過去 哇 好多人啊 凱格洛斯過來 來 給你打給你打 直接一個無敵的果汁雞 鑽起來喔 有沒有要喝柳橙汁 還是巴勒汁 還是甘蔗汁 欸 甘蔗可以丟進去果汁雞裡面打嗎 我好想知道 甘蔗這麼硬欸 我弟他超喜歡吃甘蔗 我每次拿甘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弟跟我爸超喜歡吃甘蔗 每次我拿甘蔗 都拿來在地上敲來敲去 因為我的牙齒不太好 有點咬不動喔 我每次在咬的時候 都覺得我的牙齒爆炸痛 但是他們那些喜歡吃甘蔗 每次都去狂啃 你知道每一隻 都啃到有點像是 我不知道 就吃甘蔗 不就在到底在喝他的汁 還是吃他的果肉 其實我也有點搞不懂喔 好了 那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推進去 這個造型其實特效還算是蠻多 尤其是他的一技能 轉起來的時候 是有個龍蚊的喔 非常的帥 這個造型看起來好像是官方 設計以一個夜店為造型 因為他的回程特效是 有點像是美娜在跳鋼管的感覺 不要笑 不要笑 鋼管不是色情的東西 鋼管其實在現在有些人會是 作為一個運動去訓練他 他其實鋼管你 你要仔細的想一想 你要把身體整個撐起來 其實要用身體非常多核心的力量喔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樣是一個小肥宅的話 其實非常的困難喔 跳起來的話不但跳不起來 而且應該也沒有人要看了 有人想要看我跳鋼管嗎 收集一萬個讚 跳鋼管給你看喔 啊 不要這個樣子啊 開玩笑的 等等你們無情的點贊 我就要開始跳鋼管了 我會讓大家有愛觀瞻喔 我覺得他的轉出去的一技能的特效 有點帥 有一條龍 有點神龍百尾的感覺喔 我剛剛有說這個造型 感覺是一個以夜店的美娜的那種 很流行風格去做設計喔 讓我想到我第一次去夜店 我以前對夜店的印象就是 蛤 什麼夜店大家都要訂包廂 什麼是包廂 包廂是跟KTV一樣的包廂嘛 然後我第一次去夜店 穿著短褲穿著一個荷葉邊 還是有點破掉的那種破爛衣服去夜店 難怪都沒有人要跟我說 而且去夜店你第一次去 你真的不知所措 結果大家在前面那邊跳舞 然後我就在那邊原地很像是健康操 在那邊一二一二 就覺得 我是一個肢體很不協調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去夜店想說 欸 夜店就是去喝一些很貴的酒 然後 然後 然後把妹要花更多的錢 那 去夜店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還是有點不知道 現在其實我比較喜歡去酒吧 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然後我去酒吧一定都是點一杯 我很喜歡的那種妹酒 就是那種甜甜的 啊 我也滿18歲 不要輕易的喝酒齁 然後每次我老婆都笑我 欸 每次那個Bartender要送酒過來 每次MAN酒就是放在我桌前 然後每次那種梅亞酒 就是給女生喝的酒都放在我老婆面前 然後等那個酒寶送酒過來之後 我們再默默的把兩邊的酒去交換喔 這是我一點生活的小心得跟大家分享喔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要把兵線推進去這個造型還算是 蠻好看的 其實抽獎真的就是量力而為喔 不要貪心 就自己人力範圍能承受的 喜歡就去抽錢 錢沒有不見 只是變成你喜歡的東西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